波斯顿国小星期六举办五周年校庆活动 上午是热闹有趣的园游会 下午是小型的运动会 全校师生和家长们热情参与 营造小而美小而精致的校庆活动 校长陈玉敏表示 今年校庆主题是蜕变 期盼未来波斯顿国小持续精进 开创多元精彩的教学环境 波斯顿国小创校五周年 校方精心规划校庆活动 校长陈玉敏表示 校庆的主题定为蜕变 期盼波斯顿国小可以持续精进 开创多元精彩的教学环境 我们今年运动会校庆的主题是蜕变 我们希望波斯顿可以从此更加的蓬勃发展 让我们改变更多的学习的活动 分三大主轴 第一个是语文教育 语文教育我们以双语并进为主 除了英文能力要能够精进流利之外 其次我们对于中文的学习 我们也都特别的加强 因此我们在语文教育这个部分 我们强调的是阅读理解 然后口语表达的能力 和文字表达的能力 另外第二个主轴课程就是 我们将数理课程以PPL 专题式的方式来学习 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学习 逻辑思维训练的能力 第三个主轴就是AI融入的课程 我们将AI资讯结合我们学科 做跨领域的课程 以Steam教学的模式 让我们外师来主教 做双语的实践 所以我们朝向这三个主轴 来进行课程的一个蜕变 各年级同学使出浑身解数 规划有趣的摊位 家长们也都热情参与 协助准备商品 还有帮忙贩卖 即使天空突然下起阵雨 但不减大家兴致 大朋友小朋友依然是 开心的叫卖者 玩游戏的挑战闯关的 还有品尝各式美食 波士顿校园充满了欢笑和活力 戒旅会华联士报道